前面的树倒了 把路给挡住了现在 不知道是被车刮倒的树还是树自己倒的 它这个树断了 现在就是横在这里 小车应该可以过去 但是像我的房车或者货车可能就过不去了 现在他们应该在等道路救援的人过来 然后刚刚那几位师傅跟我说后面有一条路 我的房车也可以开不开得过去 外面可以落过去 向右前方行驶 随后一百米向右前方行驶 即将向右前方行驶 现在进到村子里去了 导航是从这里穿过去 应该能过去 就快快到路口了 左转进入511省道 终于出来了 道路火了 又回到 人生又回到了正果 连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2公里 还是开这种路会安心很多 发现我车子里到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差异 他怎么飞进来呢 小小现在在搭我的顺风车跟着我一起去旅行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人生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挡在我们前进的路前面 让我们以为只能站在原地等待救援 保持执行 其实 只是那条路 暂时过不去而已 我们可以绕绕路 从旁边的小路绕过去 发现最后你还是能绕过去 没有什么能挡住你前进的脚步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障碍 总能过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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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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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